传统艺术中心亚太艺术节 今天起偶戏主题馆正式登场 展出包括台湾最古老的皮影细偶 还有印尼、日本、法国等地的特色偶 一起来看看吧 全台湾目前收藏年份最久的皮影细偶 出现在传艺中心 我们在台湾市展高雄的皮影的部分 那它最特别是 它的年代非常的久远 可能每一个皮影都有到60到100年的历史 而另外来自印尼 从晒皮到制作完成 至少需要两年时间的皮影细偶 到底有多精细 那印尼皮影的部分 它的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非常华丽 那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在说 它每一个皮影的制作 都要花两年手工的时间 它光晒像是牛皮 都要花印尼的时间去做制作 那它这两出系都是改编式 就是印尼的那个史诗去做的 那个皮影 原本没有布袋系有的法国 遇到了台湾的一碗燃 会变出怎么样的布袋系 这个所有的掌握都是 法国小碗燃所提供的 那上面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皮影的 法国皮影的部分 是在讲狐狸的故事 那下面就是奥德赛的部分 那这个是小碗燃那时候 去请教那个李天璐老师 因为法国其实没有所谓的布袋系 这个这出是就是他们讨论经过 就是说适合去做布袋系的剧 就是它这个是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 那个奥德赛的部分 对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日本的藕 它这个是由我们借来三支 就是从日本空运过来的 三个日本藕的部分 它的年代也非常的久 大概有30到40年的部分 这些精彩的戏友 28号正式出现在今年的 亚太艺术节阵容 让您欣赏好看的布袋系之余 还有机会DIY 另外更可以到林水街 亚太创意市集来淘宝 除了展览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有DIY 而且可以这个礼拜主打的 也会有小碗燃跟一碗燃的表演 还有另一个就是皮影的表演 所以其实想把所有的民众 是说他不是单纯可以看偶 也可以让他了解一些偶的历史 进了了解之后 可以让民众手动的去做一个DIY 像全方为了去了解这一次的 那个就是我们的偶戏的部分 其实林水街的部分 最特别的是它有也是印尼的部分 它也有在卖它现场的皮影 还有面具 印尼的最大特别部分 就是它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 这个可能你在外面也没有办法买到 那它其实它的价格是 我是觉得是如果它以一个 就是做两年的时间 是卖三千到五千块 其实是蛮划算的啦 亦来生活记者黄文书采访报道